经营消息台南一名许姓富人在20号的早上 她到超商去偷东西 被眼尖的老板当场发现 老板当然打算要去报警 这富人眼见事态不妙 频频跪地求饶 但是她早就不是第一次来偷窃了 老板这一回贴了心肠 报警处理 而万万没想到这名富人竟然拿起剪刀 当众自残 她在求情 就是说放过头了 监视剧画面中 许姓富人抓住老板的双手 不停向她求情 最后还跪在地板上 一路从办公室中央跪到办公桌后方 求老板不要将她送进派出所 因为她一直要求他们两个 不要帮她 不要把她送去紧上去 一直跪 然后一直磕头 不过许姓富人 已经不是第一次到台南市这家超市偷东西 这回又顾忌重施 老板决定给富人一个教训 请来进茶将她带回派出所 没想到富人竟然冲到桌子旁 拿起剪刀要伤害自己 过去就拿了 就拿剪刀拿 对 就这边拿了 然后 然后就跑去说她要那个 原来20号上午11点多 许姓富人拿着菜篮 走到超市的生鲜蔬果区 左顾右盼近四下无人 抓起一把蔬果就往外套里塞 接着转头就跑 看有没有人在注意她 然后 然后就是有 她已经事先有拿一个东西 在那个篮子里面 然后现在是正在找机会要塞 那时候许姓富人一年前就到过超市偷东西 当时老板好心原谅她 不过这回老板不再心软 因为许姓富人已经有25条窃到前科 所以任凭富人再怎么苦苦哀求 还是没有用